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更生更成辛亥更饮 这一个提出来这八字说 这一个人的八字 你有没有看到 结财一片 结财一片 那结财到底是结什么财 他在这一个人在工作职场 还有在什么公民利路 就是财运这部分 其实他一事无成 他是一事无成的 竞争者都特别多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很 抢不赢别人 可是虽然他在工作 还有他的财富的部分不好 可是奇怪 这一个人又到处脸花惹草 去什么玩人家的老婆 玩了不少 那个女人不计其数 可是又不会被怎样 又不会被抓到 他到底是被结还是结人家 他这一个当事人 其实他看到这个八字的时候 他自己也想不通 为什么 这一个人到底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我以上的 刚刚我所讲的东西 其实都是笔尖结财的特性 他全部都是笔尖结财的特性 我们来看 其实当这个八字 你看是不是庚金非常旺 庚金非常旺的时候 还有一个申金 你看这个八字 哇 结财超旺的 结财他具有什么 笔尖结财 他具有一个分享的一个效益 跟你分 所以来一个官 哇 好多人抢一个官 所以他就会面临到什么 竞争 笔尖结财 为什么叫竞争者的原因 也在这里 所以比较不容易怎样去抢赢别人 笔尖结财你看嘛 他一定会破财 对不对 他碰到甲木也死 碰到乙木也死 碰到那个卯木也死 碰到什么 饮木他也死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又会破财 所以为什么他的财运的部分 就很平平淡淡 不会大 就那种有钱 甚至可能根本就没什么钱 所以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就有这种特点 什么都要跟人家分 可是破财除了另一种解释叫做什么 我会花钱 没有钱以外 他其实财的定义叫女人 欺负女人 所以说破财 其实他也叫做什么 玩女人的意思 强奸犯也算是破财 强奸犯是比较硬来的而已 所以各位要先知道 这个当事人他在讲的这一些东西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彼尖劫财的特点 只不过有好的也有坏的 所以为什么 都玩人家老婆 为什么他又不会被抓呢 彼尖劫财他具有什么 他可以挡官杀 他克不到日主 他可以挡官杀 他的官杀是什么 丙嘛 克掉一个庚金 还有两个在这边挡 怕什么 地支无火 有一个畏土在这里 怕什么 就算没有畏土 也有一个有金 火生土土生金 就这一个士生 士生把你合掉 合掉而已 他只是合掉而已 也不会有什么事 所以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这一个提问者 他所提问的这一些问题 各位你就应该很清楚 原来彼尖 他有分享 竞争 破财就是怎样 花钱爱玩乐的意思 所以说去玩女人 那彼尖又可以去怎样 挡官杀 彼尖又可以挡官杀 所以为什么做了这么多 不干净的事 为什么还是不会被抓奸 就是因为有这一些的特点 所以各位 一个排列组合 一个排列组合来讲的话 他会有好有坏 为什么他的工作运不好 一个丙火来 三个庚金跟他抢 对不对 那抢不赢人家 可是假如这个是进来的官杀 就是要来克人的 就是不好的 也是叫他们去死 跟日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同样的组合 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一面 所以他在讲的这一些东西 都是好坏两面皆有的一种情况 这是八字他会展现出来的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就只有单一面 各位要知道 同样的八字组合 他可以出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他会出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要根据他当时的位阶 还有他的一个情况而定 没有办法说直接看到八字 他就是这样子 有的是会往好的去 有的会往坏的去 所以八字只是在给你讲一个时间的引动点 但是他还有空间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可能这一个人来讲 他就会往好的方向去 可是在另一方面 他会往坏的这一边去 所以说这个就是相同八字 不同命的一个原因所在 八字只是可以跟你讲说 你时间到了会产生什么引动 可是这引动是好是坏 看你个人 看你个人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 这个提问者所发问的东西 全部都是跟笔尖有关的特性 就是分享竞争 分享竞争这一些东西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